Hello,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听好书,我是小冬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详解一本书读懂投资理财学的第五部分 储蓄永远不会落伍的投资理财工具 储蓄是最简单的理财方式,也是收益最低的一种理财方式 储蓄是付钱给自己的一种方式 当然储蓄要考虑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 我们通常可以每月固定10%的钱用于储蓄 这部分钱实际上就是用于长期投资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做储蓄规划呢? 第一,改变储蓄习惯,支出等于收入减储蓄 将储蓄的钱预先留出来 第二,选择储蓄方式,相比活期存款 开放式基金,投联险,这些定期定额投资工具比储蓄更为有效 第三,工资卡里的钱也别闲着 可以利用银行进行自动转存服务 定期储蓄和储蓄规划是理财积累的良好开端 储蓄也有很多方法 第一,金字塔储蓄法 存定期可以用分开不同金额和不同定期时间 用这种方式的定期存款来应对不时之需 第二,12张存单即每月定存 这种方式可以发挥资金的最大灵活性 第三,阶梯型储蓄法 每次加息很多人都会转存 但这种临时的转存不一定划算 阶梯型的储蓄法 使得年度储蓄到期额保持等量的平衡 既能应对储蓄利率的调整 又可获得定期存款的较高利率 阶梯储蓄是将储蓄资金分为若干份 分别存放在不同的账号里或者同一账号里 设定不同的存款储蓄方法 而且存款期限最好是逐渐递增的 第四,利滚利储蓄法 是将存本取息储蓄和零存争取储蓄 有机结合的一种储蓄方法 第五,储蓄已约定自动转存 第六,定期存款提前支取的选择 如果要使用未到期的存款 一种方式是其他支取存款 或者是定期存单向银行申请质押贷款 第七,巧用通知存款 举例说,50万元如果购买7天的通知存款 持有3个月 以1.62%的利率来计算 利息的收益为2025元 比活期存款利息900元 总之,储蓄是一种最普遍的理财工具 我们要利用储蓄的方法 获得较高的收益 一般的原则就是以定期为主 通知存款为辅 少量的获取储蓄和定活两遍 外币储蓄怎么划算呢 现在很多人认为 外币储蓄才是最稳定和最安全的投资理财方式 那么怎么存储才算核算呢 第一,巧妙选定储蓄存期 外币储蓄利率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 其稳定性差 利率变动频繁 所以需要根据当时国内的金融形式和汇率水平 来选择外币存储的期限的长短 第二,与银行约定自动转存 第三,学会绿币三家 因为中央银行对短期外币定期储蓄利率的调整 所以在规定上限内 各银行有自己的存款利率 因此储户最好要对比几家的利率 第四,合理用好现钞、现汇账户 第五,在存储品种上 选择货币汇率稳定 存款利率又高的外币 选择最为强势的存储币种 第六,在选择银行上 应当首先选择利率浮动高 和提供存汇一条龙服务的银行 第七,在存取的方式上 应该追涨杀跌 第八,在币种的兑换上 应该少兑少换 对于网上理财和网上银行等业务需要注意 第一,选择具有安全数字证书的网上银行 第二,避免从不明网站下载软件 第三,密码要真正的体现保密 第四,养成定期对账的习惯 另外,信用卡的使用你也需要了解 第一,多刷可以免年费 一般年费为150到300元不等 第二,信用卡是商旅好帮手 第三,用信用卡理财 第四,巧用免稀期 第五,消费莫超额度 第六,还款要查账单 第七,最低还款需还足额度 第八,个人信息变更及时告知 OK,这就是本期的天天评好数 本期呢,我们为大家讲述了 储蓄是一种永远不会落伍的投资理财工具 下一期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讲述 第六部分 债券是另外一种投资的理财工具 这就是本期的天天评好数 我是小冬 拜拜